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下什么是Power BI 如果我要介绍Power BI的话 各位应该知道我们上课的主题是数据分析 如果你想要去做这种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应该是透过商业软体 如果你不想要用商业软体的话 那你也可以透过就是程式语言 像Python它也可以做还有R 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做Power BI 为什么Power BI可以做数据分析 首先呢在这边我就直接输入Power BI 然后第一个出现的什么叫Power BI 它这边出现了五个中文字叫做资料视觉化 简单的说我们拿到很多很多的数据 然后接下来这些数据我们要把它视觉化 那你要把它视觉化就是用什么统计图表 举例来说用什么统计图表可以做到 比如说直条图 折线图 横条图 圆形图 好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种其他的图 这就是我们上课要跟你分享的部分 那除了这些图以外 也就是数据可以做视觉化 还有五个字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互动式报表 报表 简单说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些什么直条图 折线图 散步图 圆形图 那互动式是指报表跟报表间可以互相对话 可以互相交谈 而且当我点了直条图里面的某一个病 它会整个连带影响折线图的呈现 圆形图直接马上变化 所以这件事情是Excel做不到的 你只要记住Excel它没有很大的互动性 但是当我们今天要用一套就是互动性报表来制作大数据分析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到Power BI了 所以简单说Power BI它就是要把数据视觉化之后 而且彼此报表之间可以互动 可以互相交谈对话 这就是Power BI在做的事情 好那我想我们稍后就要教你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就是画图的技巧 就是大数据的技巧 但是如果你有空的时候 有空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假设你搜寻搜寻 例如说你搜寻 算了 反正就是你到YouTube 你到我的姓名就很多这些教学的影片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看一下 了解了什么是Power BI 那Power BI 我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分享的 就是什么是大数据 什么叫大数据 好那在这个地方 各位不难去发现 大数据呢 它具有很多的特色 其中它有很多很多的数据 好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它有非常多的类别形态 好解释说有图片 有文字 有数值 非常多种样式 甚至还有什么精度 纬度 那这些 这些块要讲的一个概念是 它可以立即直接呈现 因为我们到时候 虽然没有办法直接把古式的那种 即时呈现给各位观看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去做同期比较 比较什么 今年与去年的一个差别性 好 而且通常我们商业智慧 就像类似像那个GDP 我们通常是会以一个季 或是一个年为单位 来去观看彼此之间的差别 就像在这个地方 你要知道商业智慧 大部分都不是看到即时 但是也有看到即时的 像例如说古式 这绝对也都可以透过 Power BI这套软体做得到 好 不过Power BI它现在它的最快 自动refresh的时间 是15分钟 如果你用桌机可以做到10秒钟 所以这是我现在告诉你们 如果你拿Power BI去做股市分析 它最快最快更新的时间 就是10秒自动更新一次 再来它有机会看到 更具有真实性的那一面 好 那你要知道说 既然大数据大数据 大数据它跟统计很大的差别 在什么地方 这是你一定要了解 各位你们应该都有学统计 因为你们好像是国贸 国贸其实是非常难念的一个课程 很多学校几乎都就是会慢慢的停掉 那你要知道说 你们应该在好像二年级 反正就是一定会有修统计 那你要知道大数据跟统计有什么差别 请问一下 统计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个统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希望说 能够来去计算一个母体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算全台湾的那个身高 那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把2300万的台湾所有每一个人的身高全部都考量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去做抽样 那去一些地方要随机的来去找到很多的资料 也许你去台湾火车站随机找到200个人 也去高雄火车站找200个人 可是你做出来的毕竟是抽样 所以这个样本 样本我们可能又必须要去推论 然后以95信赖区间 它到底符不符合有没有显著的差异 可是这是我们的统计 它背后有一个几率 因为你都已经落在那个95很边边的这个地方 那是绝对可以相信 为什么可以相信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几率的一个意义 可是大数据呢 没有 大数据你只能够拿到在某一段期间所有的资料 那既然是所有的资料 请问你 它还需不需要去做抽样 就不需要了 举例来说 我们想要去拿 想要去拿某一个学校 例如说从民国105年到109年 这五年的所有学生的身高资料调出来 我们来去算它的平均身高 你现在是不是就拿到全部的学生资料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那既然你拿到全部的资料 就没有必要某体在简定某体这件事 你做了就变成很奇怪的一件事 那既然你没有背后的任何的理论来支持 那你能做什么 我们几乎都只能去做 描述描述它的趋势 说明它的一个边界差异 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种概念 来去找行为模式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例如说拿到的销售资料里面 我们要去看它的销售行为模式 这才是大数据分析要跟各位分享的重点 那举例来说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这边我们拿到了1980年开始 其实1979年 一直到2015年 每一年的一个癌症发生数 每一年的癌症发生数 我们都拿到了 好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癌症发生数 癌症发生数 它是不是逐年在成长 有看到这件事吗 那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讲在各位大一的时候 有学过维基分 而且我现在用趋势来去做预测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1996年 1996年之前的所有资料来去做预测 你有没有发现到 它其实预测出来应该是这条线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从1996年开始 真实的这个蓝色线跟这个点 它是真实资料 你有没有发现 它比预测出来的 就是用这些资料来去预测 它的癌症发生数都来得高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这个政策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影响癌症发生数这件事 而且它是变多 各位你听到癌症发生数变多 其实先不用害怕 为什么癌症发生数会变多呢 那是因为我们人的平均与命 越活越长 癌症它是属于一个老龄化的疾病 如果你越长寿 你罹患癌症的机会越高 所以当我们平均与命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它癌症发生数本来就应该要不断的增加 但是这边让这个癌症的发生数变得更多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政策让国人的平均与命增加很多 好你们知道台北市做过一个调查 前年的调查 女生可以活到几岁 猜猜看好吧 88岁 女生可以活到平均余命是88岁 男生也有81.5岁 因此 因此我们这边看到那个癌症发生数啊 其实是在逐渐的增加 好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重点是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棒的政策 什么政策 叫全民健康保险法 从1995年3月1日开始实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让癌症发生数再继续往上推倒 好